今年是大陆网红产业的产值 大概有580亿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2700亿元 庞大的商机让许多白领也兴起了做副业的念头 像是画面中这位超级奶爸 他很喜欢下厨 就把做给儿子吃的餐点拍成小短片 附上了制作过程 放上网之后大受欢迎 也让这位平凡的上班族爸爸 成为许多商家争相邀约合作的网红 风和热烈的周末不用到郊外 在家门口也能享受惬意的亲子时光 我们大家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要让亲子聚会更热闹少不了美食 当这位爸爸打开食物包的那一刻 淘气乱串的宝贝们瞬间做成一排 接过食物开心享用 我要吃 来来来你挑一个 是不是来买这里面的 是紫薯 他就是幕后厨师邱文辉 也是通讯公司白领 收入稳定 不过他现在又有另一个名字 Q爸 这是Q爸正在经营的亲子厨房自媒体 他通过视频把好吃好看 简单的美食和网络上年轻的爸爸妈妈分享 第一步先准备蛋黄 敲开显压蛋 留下蛋黄部分 我会尝试一到三次 如果比如说三次做不成功的 我基本不错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都三次做不好 对于很多本身做饭基础比较差的人 他就做不出来 Q爸和同学平时上班都很忙碌 只能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 这次要录的有一道Q爸自己的改良菜 鲸鱼馄饨 肉馅的另一头 两边捏紧 形成鲸鱼的细腰 别看视频不长 也没有花俏的包装 但是拍一段两分钟的视频 也要费上半天的时间 一段切肉的动作得拍上好几个角度 没有几台机位 导播切换 只能靠一台单眼和同学爬上爬下 找角度 可以啊 摁去好几次 也是常有的事 你重新吧 就我在粉身旁边拍了 这个大片 最难为Q爸的是将食物摆盘 为了画面看起来吸引人 让人一下子就产生食欲 食物要摆出美感 还要考虑构图 就让毫无美术基础的Q爸 只能上网搜集各种食物的美图 来研究学习 虽然在家开工 奶奶在厨房炒菜 Q爸的外面录制 看起来好像很随意 但是面对首次开通的公众号 Q爸可是毫不马虎 灯光 相机镜头 餐具 道具 厨具 都买了新的 就连餐桌也换成大尺寸 方便操作和展示 比如说这些灯 还有包括这些厨具 比如说这个 这个便携炉 还有这个 琥珀锅 为了拍这个视频的话 这个锅它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里面的 菜的那个状态 所以这种锅比较适用 就是这样的用心 加上内容精致实用 在他的公众号 推出一个月后 粉丝数就有1300多人 而且持续保持着 不错的增长量 每条视频点击率 也有2万以上 Q爸迅速在福州的 朋友圈内串红 短短一个月内 来找Q爸合作的商家 已经有好几个 目前我这个自媒体的 影响力还有限 也不适合做这些 即便做 也没有特别强大的效果 对 我还是希望 就是说一个就是 我自己把 我首先我自己把 把饭把菜 做得更好一些 然后能够得到 更多的家长的认同 视频创作再也不是 传统媒体的专属 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人 投入在短视频创作中 根据资料显示 短视频广告进入爆发期 四年后广告规模将达到 600亿元 是目前的十倍商机 尤其是新闻资讯 媒体广告 短视频的贡献率 会从目前13% 攀升至63% 在所有管道中增长最快 今日头条CEO张一鸣 更是做出判断 短视频是内容创业的 下一个风口 我是帕皮奖 一个金美貌 为财花余生的女子 所以你是那 一些人中的艺人吗 今年4月 帕皮奖广告拍出 2200万元天价 创下人类历史上 单条视频广告 最高纪录 超过范冰冰 1800万元的代言费 9月统计显示 人均流量消耗最高的APP 不是微信 而是短视频应用快手 同一时间 今日头条 在头条号创作者大会上宣布 投入10亿元 补贴短视频创作者 10月新榜公布的头条号 自媒体榜单前20名业者 有13家已经涉足短视频领域 自从2014年 自媒体元年以来 自媒体的风头始终不曾减弱 2015年到2016年 自媒体的风气越来越流行 众多像QBAR这样的草根创业者 也可以成就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每天都是静下的 备门 1分半 入爬 1分半 还是 火煎 1分半 5分半